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和身边开解身边的人 我们就用什么态度对 什么态度不对 现在就会讲讲那个技巧 我们怎样听身边的人说话 有什么技巧呢 第一就是说要有眼神的接触 有眼神的接触 我们跟对方说话 应该眼睛看着对方 还有要观察 如何观察呢 因为人的沟通 除了语言 还有身体语言 我们留意对方的面部表情 态度 譬如他跟你说一样 他不开心的事 如果他笑着跟你说 你就留意一下 到底他为什么会笑着跟你说 一些不开心的事 是否他想用笑来掩饰 他真实的感情 还有身体的姿势 身体的姿势 如果我们听一个人说话 我们就要稍为向前谈 身体的姿势 自然摆在旁边 下眼看着对方 身体稍为向前谈 即是说 我们愿意和准备 去听对方说话 你用这个态度 对方就会觉得 你真是愿意去听他说话